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上天堂 得到永生 永生是什么呢 进入了没有时间的空间 谁进入了灵魂 大家想一想 中国的传统科学 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早已经在揭示人真正修炼的部门 有个朋友曾经在Facebook上问过这个问题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松果体 知道自己能够看入不同的空间 这篇文章我在Facebook上跟大家转载过 他就提到 涛哥你能解释一下松果体是什么吗 我跟大家说我没资格解释 我再跟大家讲 修炼的部分是我非常浅薄的认识 里面有背后更深的内涵 要想真正想学到这些东西 就像很多朋友说 涛哥我是你师弟了 我是你师妹了 我是你 我们是师兄弟 我觉得那就是正道 跟我个人仅阐述我个人的认识 人呆的松果体 恐怕就是这高等物理学当中 天文物理学当中的黑洞 我们的灵魂所栽的地方 它构成的真实的空间 能知道我们现实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因为它的时间是恒定的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而黑洞是什么 你看查一查 黑洞会摧毁与人的身体 有着同样粒子层面的一切物质 包括彗星 包括小行星 进入了黑洞 都可以被摧毁掉 当人们 人能抛弃有形的物质之后 我们无形的灵魂 就知道了一切 佛家里说 人的身体就像件衣服 谁穿上是谁的 衣服是有形的 那谁穿上是谁的 谁又是谁的 这就我在节目当中 为什么崇尚 希望大家保住人性 尊重人的尊严呢 尊重我们人的尊严 尊重人性 就是尊重我们灵魂 真实的永恒 而人如果作恶的话 这永恒的你 真实的你 会坠入地狱的 当然这是我浅薄的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展到 有朋友说 你为什么对中共这么恨 他在把人的灵魂 带入地狱 那仰仗着中共本身 获得自己利益 靠欺骗 出卖了人的道义 摧毁了人的道德的 这些人 就是魔鬼 其中一个魔鬼 最新的报道 这么说的 于秋里百年明淡座谈会 那曾庆红没露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征兆 于秋里百年明淡 但是被于秋里带入仕途 做过其秘书的曾庆红 并没有出现在座谈会上 很大的可能 曾庆红的行动已经受到限制 于秋里 是真正真正的石油邦的老大 曾庆红 是于秋里主管石油时的贴身的秘书 后来的石油邦 正是曾庆红在于秋里的身边 有这样的基础 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的石油邦 周永康是在曾庆红的带提拔之下 走到了今天 所以于秋里是曾庆红的提携之人 那于秋里的百年明淡 曾庆红不露面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征兆 曾庆红一定有麻烦 文章讲 大陆官方媒体报道 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国家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阳 主持了会议 而这个过程当中 出人意表的就是曾庆红没露面 那大家要知道 刚才报的一切的人 包括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这个军委都有人露面 现任的都有人露面 那过去的 作为这个于秋里的助手 那最高的 爬到最高的位置人 就是曾庆红了 而曾庆红不露面 与张高丽露面就形成了对比 这是不应该出现 但出现了 对吧 但出现了 文章提到说 于秋里本身也是江西人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央军委委员 副秘书长 总政治部主任 所以这是 为什么那些人出来了 是于秋里曾经在这些地方任过职 而曾庆红与于秋里是同乡人 曾庆红的父亲 曾山是于秋里的革命引路人 两家很近 但曾庆红没露面 当时是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兼 纪委主任的于秋里 将曾庆红带出来 那曾庆红成为了于秋里的秘书 80年 国家成立了能源委员会 能源委员会 蒋介敏出事的地方 那于秋里出任主任一职 那曾庆红随之得以晋升 成为了办公厅的副处长 石油部外事局联络部处长 并为于秋里的书记 82年 国家能源委员会取消 邓小平为了肃清军队当中的左派势力 安排于秋里 接替中共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 82年 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完之后 邓小平获得军权之后 出现了变化 那在当时的曾庆红又随着于秋里来到了总政治部 那于秋里用他过去在石油部的权力 将曾庆红介绍进入了新成立的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任联络部副经理 中海油刚刚出示了一个老总 那曾庆红是最早在那出来的 开始做买卖的 不久 曾庆红被提升为石油部外事司的副司长 四年期间曾庆红从一个普通办事员升为司局级干部 全在于秋里的关系之上 文章就介绍他后面介绍挺长 曾庆红与于秋里之间的关系 增加与于秋里之间的关系 他是两代人的关系 但于秋里的百年名单 曾庆红没露面 谁做什么 出门混一定要偿还的 而身为今天出现在大善大恶 救赎的年代里面 人们作为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站在自己人的尊严的角度 看待一切 过去以共产党的概念 以共产党的名义 为非作歹的人 今天是遭到报应的人 实惠 就这么点事 而你记录的话 共产党 在共产党里得烟抽的人 一定被以共产党的名义 坚持党的领导 干死自己 同时共产党也干死自己 这就是今天的场面 上期节目我们提到 海军的副政委马发祥跳楼了 这个跳楼呢 更新的消息 刚刚出来的 马发祥跳楼与郭伯雄有关 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消息了 刚刚拿出来 他说郭伯雄的秘书被抓 跳楼的马发祥是郭伯雄的马仔 那文章的内容 没有任何内容 他只是披露消息 他说马发祥是13号跳楼自杀的 这里的他的跳楼加了一个引号 那这里的问题就出现了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杀人灭口 这都很难说了 他说这原因呢 是这期间 在这之前 马发祥已经被军委的纪委去找去谈话 那有消息讲 马发祥是郭伯雄的马仔 而郭伯雄的秘书近日也被抓 那也换句话说 围绕着一切 如果马发祥的跳楼是被杀的话 那可能就跟郭伯雄有关 那也可能跟曾庆红有关 也可能跟江泽民有关 那无论怎么样 死的人都是江家的人马 这恐怕是一个事实 那很多甭管五毛八毛 三毛五毛还是突瓢了 在网上跟我说 就老提到说国内生活好 那国内是生活好 就像这篇报道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官员家里藏了一吨现金 母亲自圆其说 那如果一个科长家里都能 短下一吨现金的话 能生活是好 对不对 这不能 这不服不成 姓马这家有1.2亿元现金 金条68套房子的房产的手续 那他一点不出名 这人叫马超群 就是一个供水公司的总经理 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挣这么多钱 他说68套房产当中 有7套是在北京的 然后他妈说 为什么这么多现金放家里 他妈说上银行太麻烦 上银行太麻烦 我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消息不用讲 国内的媒体就可以 就这么去宣传 其实就没想过 这一切的一切 不正是围绕着 以江泽民为中心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完成伟大党的事业 过程中完成的吗 其实换句话 换句说 换个角度说 今天中共媒体宣传的 一切 为中国共产党 最终抛 离开中国 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李宗盛